《樓市焦點》 《樓市焦點》 接下來繼續有這位嘉賓 高力香港董事總經理劉振剛 也是七輪小學會的前會長 嘉輝在休息前 和CK在講北都會方面的發展 根據現在有些報章報道 政府最初比保地價金額高 比標準金額高 最近也降低了 比標準金額低大約是2,600元 當然發展商據報道說 正在考慮當中 死線是12月底 我想問CK 為什麼最初現在廣傳出來的金額 會高比標準金額 基瑩我真是理解不了 因為當初 標準金額定定出來的時候 我記得我們 即是保地價的標準金額 我們在不同層面 就是說這件事都應該大約 大致一個準成 即一個水平 反映了都應該是近時價的 即是當日去看這個情況 由定了標準金額出來之後 其實我們看到市況是一直是回落的 一直是回落的 地價回落的速度很快 因為這次我們不是說像住宅樓一樣 是說跌了一成兩成 我們跌了很多 你看看這些成交個案 跌了很多 因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我們一直都在說 因為息口變化很大 是 和大家對後市的預期是變了 因為我們現在看回 我們和十年前 有一個很大的差別 十年前 政府還在說怎樣做地 十年後今天 政府就說已經穩夠地了 還不合手 用個字眼 就是穩多個我們可以賣的 你想一下我印象中 在梁特首那屆政府 開始已經密密穩地了 那時候叫做盲腸地 記得嗎 所以我去想 第一口價出來的時候 我現在是想不明白 為什麼會比標準地價貴 因為標準地價 如果當天能夠反映到 大致上的市場 大致而已 當然如果地塊又好些 又差些 但是現在 如果看報紙的報導 都是貴過的 其實我掌握不了 中間的邏輯在哪裡 然後第一 一下出價發展商不接受 我可以理解 現在新的地價 究竟 又接不接受呢 接不接受 我現在還沒有掌握 因為我們現在在報章上 都看到幾個大的問題走出來 第一件事就是交通配置 是落成的時間表 第二件事是基礎設施的落成時間表 因為有些 訪證商都向私下這樣說 究竟它的水供應 趕不趕得切 這個很重要 如果它趕不切的話 我入火期我就拖延了 這些是很重要的考慮 還有就是 同一時間 如果我們看現在的報導 如果其中六幅 因為它現在超過六幅 有七幅或者十幅 是會處理的 其中六幅已經講到九千個單位 好了 如果你九千個單位 同一時間推展 接近在同一區 因為你始終發展區 那個面積雖然大 都是在附近的 也都是新區 因為如果在市區很不同 如果市區同一時間 推九千個單位出來 沒有問題 為什麼呢 因為周邊 周邊有很多配套 周邊有很多人住 我們知道的需求 暫時都不只有隔離 周邊那裡去 但在新發展區 你真的要想 我的交通配置 我想到開荒牛三就知道 好了 我的交通配置 究竟我有沒有港鐵 有沒有巴士 有沒有的士 有沒有私家車 你知道現在我們的私家車是不夠的 我住了去新發展區 私家車 對 私家車就有很多 但是真的不夠拍位 好了 這些我相信 從發展商的角度 他們真的要想得很清楚 因為那些錢是他們的 是 我有些發展商說 這樣說 暫時不做都沒有什麼大問題 是 因為為什麼 你都要找到一個合適的項目去做 我有發展商的項目去做 我不會為 始終是商業機構 所以我覺得 補地價的金額 我相信是非常重要 今天很多時候 你要想 但是政府又持得很緊 你要知道 在地價 經常都說不要自賣土地 不要緊 不自賣土地 就拖一拖 我們會看 庫房收益 你就要調整 你意思拖一拖是把底線拖後一點 還是再遲一點 我想底線現在似乎不能拖 因為發展局局長都說得很白 12月31日 就是我們現在政府定的底線 似乎是搞一些 他都說明 如果最終不能達成協議 政府是不會延期 也會進場收地 沒錯 那發展商就要想 他現在的判斷就是 政府出口價 他接不接受到呢 因為他接受到 他計算他以往的發展成本 那些地不是不用錢的 其實就算你說 我二十年前收回來 你都拿了二十年在那裡等 你知道我們這十幾二十年的 樓市的變化很大 拿著樓其實就升了很多值 如果我們今天去看 他 無論發展商去看 就是 我用成本價 加了保地價 是不是今天我想出的地價給政府呢 或者這樣有沒有發展力 或者扔回頭 不要了 不如我給政府 我收回那個收地的價錢 然後等政府的土地 乾淨淨推出來的時候 再買 那我就把我發展的風險 就可以壓縮 為什麼呢 當政府收了地回來之後 他都不會一次過推9000個單位出來 還有前期的事情 是不是政府已經可以做好了 他把手 他就要放錢下去 做那個收橋捉路 那些水也都確定了 就是出到來 港鐵站可能會 我建好樓的時候已經 已經建好 我想大家的估算 有很多不同的變數在 是 那也都 政府是不是就是 將我剛才說的那些 考慮因素 也都真的充分 反映了他現在那個 就是保地價要求的金額呢 因為我想有一個 就是我們一直都在強調的 就是因為政府 估算那個 農地的價錢實在太低 嗯 那個差距很大 嗯 那那裡也是 變成一個變數來的 那比如說 剛才說的 農地啊 比如保地價 那現在那個價錢大約是怎樣的 那你與政府現在看著 是說三百多元 三百多元 三百多元 但是在市場上面 我們一直都在說 如果你真的要買一些 可以做到發展的土地 一千多元 兩千多元 三千多元都有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我們那個位置比較好 有近路到的 我們現在不是耕田的 我們現在看到很多時候 就是用來做了露天倉儲 嗯 就是用了我們來製建築物料 嗯 也都有一些人想 我們去做貨倉啊 去做申請 就是有很多 那些土地不是真的耕田 或者是很多土地是 連水都沒有的 是 那所以它很多 就是 用了其他的農地 我們叫做農地的價錢 其實是很多制約 嗯 城市規劃的要求啊 沒有水啊 沒有路啊 各方面 我們如果在一些 已經是在做倉儲的地方 或者在做發展 因為你看到我們 近年 我們一度在說的是 將那些棕地 是 而這些棕地 其實是我們現在看到 新發展區在做的事情 他們其實在用 很多時候是 用來做倉儲 是有一個很高的租金價值 在那裡 也都變成一個比較高的售價 嗯 另外呢 就是過去呢 就是大家說了 市況一般的情況之下 其實發展商的 投地意欲都不是說 真的那麼高 事建局呢 重建觀塘項目方面 也有流標 之後就改劃了土地用途 那房屋局方面呢 全灣油金頭的首置 住宅流標之後 又交給房協的發展 其實你自己看這兩種 處理辦法又怎樣呢 我們首先看回 市建局先 那些土地正正反映了 不是沒有成本的 也都成本很高 如果我們看回 市建局 葦智成先生 一直都在講 一路傳統 現在近年用的七成 即是七年柳齡 使到事建局去 收回土地的成本很重 而政府近年其實基本上是要額外加回周邊的道路 或者是那些空地 然後加大了地盤面積 也都加大了樓面面積 然後才能補回數 好了 現在我們看到觀塘那個項目 因為商業情況是大家對前景其實很保守 也跟政府近年說要推數以千萬呎樓面出來 我們看北都政府是說7000萬呎 我們交易的人工是說5000多萬呎 即是兩邊都有 我們看到的情況就是發展商說 政府你推那麼多地出來 我需要那麼快去買 會有這樣的考量 因為現在的供應是政府層面 所以說那個數字大很多 好了 我們看回事件說 如果我做一盤生意 是要輸很多錢出去的 那我怎麼繼續營運整個機構呢 所以它現在加大了 或者加入了住宅員送的網 我想是合適的 當然這個也要等成規會做一個批准 它最大的目標 第一件事是要令到那個項目有盈利 如果不是你支援不到整個市區重建或者發展 如果我們看回由金頭那個項目 其實也跟我們剛才一直在想的地價的問題 政府現在又要做多些資助房屋 但是做出來 拿出來賣的地 現在大家都明白是爛的 因為很多時候都是在位於斜坡的地方 好了 還有那幅地有斜坡 那個位置也都在離開大路那裡有個距離 如果你的建築成本很貴 因為我搞這個斜坡 建築時間很長 那我的成本就很重 所以你看到它只有一張標 而那張標我們看回發展商的背景 都是建築的 建築的 是比較有經驗的 而其它發展商在那個坊間 或者在報章裡也看到了 他們的考慮就是 我不是不想入標 我也是想入的 但是計算完條數 如果計算完條數是沒有錢賺 而一個首次項目也都有一個困難 就是它第一件事的定價會要低一些 也都要有不同的步驟要做 那裏也都牽涉了一個 政府審批的風險在那裏 如果加上這些考慮因素 正如我剛才說 有些發展商說 不做一副 沒有所謂的 那我找到一些合適的才做 總結 我就覺得 現在發展商在目前的市況之下 其實都是非常之審神 那樣東西無論是投地 以致發展一些項目 所以就要看回整體的市況方面的情況 再因應他們的承擔風險能力 那今天我們時間想說 和CK先談到這裏 多謝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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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謝謝 謝謝 請